各位好 欢迎来到 深境小教室 EV3免费的教学课程 今天这个单元是延伸 EV3软件中的3.13 利用颜色来分类的机器人 但是我们要组装的是 一台可以左右驱动的马达机器人 因此本课程利用彩色感应器来辨识颜色 以及超音波感应器来设定要达到目的地的距离 距离是以墙为感应的主要物体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物件来做你感应的物体哦 在编写程式的时候 你可以先以简单的程式来测试彩色感应器对颜色的辨识 因为环境的光度以及你所设定的色系 深浅都会影响感应的辨识力 所以你必须一边编写一边测试 就好像影片的示范一样 一直到你达到正确的目标为止 有关机器人的组装步骤 你可以参考以前的影片 或是进入EV3官方的网站 它有基本的课程以及单元资料 你可以查询 然后我进入EV3官方的网站 这是你所发的的资料 看安全的资料 在对颜色的课程中 你该不能先按照 看安全的资料 还是志向在资料 以下是对工厂分配运输机器人的程式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暂停影片细细的详读 感谢观看 在这个switch里面 它一开始就是有两个交换的线圈 可是因为我们要多加几个颜色的感应 因此在这里有一个加号 当你按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增加另外一条 那你就可以把你所要的程式再写上去 同样的方式你也可以继续的增加你需要的程式链 那所以我们现在设定这个为红色的 红色的 那再来我们有蓝色黄色跟红色那我们还有白色 所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增加一条也是一样点击这个增加的部分 那所以它又增加了一条程式链 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把我们要写的程式再继续的加上去 这样子就可以因你的需要而增加这个程式链 好今天的影片介绍到此 欢迎你参考顺境小教室其他的微斗2.0以及EV3的YouTube频道 当然别忘了支持我的影片订阅分享以及点赞哦 好我们下次见